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展開一個月的公眾諮詢 外界質疑諮詢期會不會太短 參考美西方國家 他們面對國家安全風險的時候 會根據國內特有的情況快速立法 看看加拿大 灰北黑省在歷史上曾經搞過分裂 並且舉行過兩次獨立公投 1998年8月 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布 依據國際法和加拿大憲法 灰北黑單獨宣布獨立的行為非法 1999年12月 加拿大聯邦政府推出清晰法案 2000年3月15日 法案被下議院通過 6月29日 即是大約6個月的時間 最終版本由上議院通過 清晰法在導言中明確規定 根據加拿大聯邦憲法或國際法 一個省無權單方面宣布獨立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和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 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 6日進行第24日的聆訊 蘋果前副社長陳佩曼 逐接受控方題問下作公子 黎智英非常重視2019年的428 反修例遊行 甚至要求政治漫畫家專子設計橫額 批蘋果破例在4月印海報 來希望催谷更多人上街 根據《以色列時報》當地時間2月5日報道 以色列防長當日聲稱 在近4個月的作戰當中 以軍已經打死或者重傷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一半的武裝人員 並且迫使他的領導人逃亡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宙表示 未來只需要幾個月 就可以徹底結束對加沙的攻勢 巴士迪布評論員Antony 跟我們講講詳細情況 大家好 雖然此前以軍通報了哈馬斯 已經恢復在此前被佔領 加沙北部城區活動的情報 並且表示以軍在加沙南部的推進 也遭遇了阻礙 但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依舊誓言 以色列將會取得徹底的勝利 內塔利亞胡在議會舉行的利庫德集團派系會議上 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戰勝哈馬斯 第二他們將會殺死哈馬斯的領導層 因此他們必須繼續在加沙地帶的 所有地區開展行動 他們是決不能夠在勝利之前結束戰爭 是需要幾個月時間 而不是幾年的時間 而在上個月內塔利亞胡曾經在 與以色列地方議會領導人的會上表示 戰爭將會持續到2025年 內塔利亞胡在開戰之後一直強調 如果不實現全面的勝利 恢復安全的目標 他們就不會結束戰爭 他們是不會放棄地說的 對於哈馬斯的死傷數字 內塔利亞胡持有很樂觀的估計 他在星期一視察拉特倫的以軍軍營時說 哈馬斯24個營之中的18個營已經被摧毀 同時他聲稱以色列正在瓦解和摧毀哈馬斯幾百公里長的隧道網絡 這個觀點是得到了以色列國防部長的支持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在台拉維夫的新聞發佈會上聲稱 大約一半的哈馬斯恐怖分子已經被殺或重傷 他雖然承認以軍正在經歷複雜而且繁瑣的地面行動 但他堅稱以軍正在取得進展並實現他們的目標 因為以色列國防軍活躍在加沙地帶的大部分領土 包括葉海亞、辛雅爾在內的哈馬斯領導層正在逃亡之中 對於人質的問題 加蘭特表示以色列國防軍對哈馬斯的軍事壓力 將能夠推動被敷的人質被釋放 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月的中旬 以軍宣布加沙北部高強度戰鬥已經結束了 撤出了部分軍隊 據美聯社的報道 多名加沙居民在3日表示 最近幾天包括哈馬斯的警察在內的民事部門人員 重現在加沙北部最大城市加沙城 哈馬斯設立了臨時辦公室為政府僱員發工資 有一名哈馬斯的高級官員證實 警察的回歸意味著哈馬斯正在努力恢復加沙城的秩序 同時哈馬斯並沒有表現出要及早和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的熱情 在當地時間的2月4日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他說人質釋放換取停火協議能否批准呢 是取決於哈馬斯 但是他沒有辦法給出了人質釋放協議準確的時間表 沙利文就補充說協議還不會很快達成 內塔尼亞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以色列不會在人質協議中釋放幾千名巴勒斯坦的囚犯 並且永久停火不會成為任何人質釋放協議的一部分 看來也未必協議那麼容易談得成功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Anthony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展開加沙戰爭爆發之後 第五次中東之行 在利雅德和沙特王柱兼首相穆罕默德會面 大概兩小時 他返回酒店時沒有回應記者的提問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納於是 布林肯和穆罕默德討論了中東地區的協調工作 以實現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持久結束 布林肯在會面當中也強調解決加沙人道主要需求 和防止衝突進一步蔓延的重要性 卡塔爾和埃及日遲已經向哈馬斯就停火和互換被扣押人員提出建議 哈馬斯至今仍未作出答覆 也門胡塞武裝控制的電視台報導 美國和英國戰機星期一也對也門紅海城市 何台達發動了新一輪的空襲 胡塞武裝表示 美英兩國在當日下午發動了兩波空襲 打擊了何台達西北部一個街區 何台達傳媒報導說 空襲造成人員傷亡 有受傷的平民被送院救治 而在空襲之前不久 胡塞武裝負責對外事務的高級官員伊齊表示 美英兩國自從1月以來 已經對胡塞武裝進行了超過300次的空襲 外媒引述美國財政部一名官員表示 美國財政部派遣5位高級官員去到北京 5日和6日和中方一連兩日舉行經濟會談 重點關注中國在工業產能過剩方面的政策 這名官員說作為美中經濟工作組的一部分 代表團將會由美國財政部主管 國際事務的副部長率領 計劃就北京的補貼政策進行淺成對話 並且討論美中經濟前景 兩國針對國家安全採取的投資審查制度 以及在氣候變化和減免貧窮國家債務方面進行的合作機會 紐約時報較早前也報導說美國政府本週會 拍顯一個由財政部高級別代表團前往北京 和中方展開新一輪的經濟會談 英國白金漢宮公布 英皇查理斯三世被診斷出孕有癌症 75歲的查理斯上個月因為前列腺肥大接受手術 並且住院三晚 白金漢宮表示查理斯在住院期間被發現另外一個健康問題 經過診斷後確認為癌症 查理斯已經開始並且積極接受治療 並且期待盡快全面恢復公跡 而根據醫生的建議查理斯會推遲里行面向公眾的公跡 但會如常繼續處理國家事務和官方文書工作 白金漢宮未有提及查理斯患了什麼癌症 而皇室消息就指不是前列腺癌 首相西惠成在社交網站上表示 祝願查理斯早日康復 球王美斯在星期日 決陣國際邁亞密對港隊的表演賽 行政長官尼加超別士 他和觀眾一樣感到極度失望 他又說雖然主辦方已經撤銷M品牌 和資助款項的申請 但政府會繼續要求主辦單位交代事件的經過 回應觀眾的訴求 李家超在行政會議之前 會見傳媒的時候說 政府在推動這次活動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 而主辦單位的表現對於香港聲譽有密切的影響 他指出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努力監督 持續解決主辦單位的問題 政府不同部門也有參與 當美斯最終沒有預期參賽 問題內局也在過程中提出不同的建議和要求 包括要求美斯親自講話交代 但主辦單位沒有一項可以安排 令政府和球迷極度失望 李家超說香港每年都會舉行不同的國際活動 每次都順利完成 今次關鍵問題是公眾期望得不到重視和照顧 令到觀眾包括抱有熱誠的小朋友都極度失望 他表示已經要求民體內局和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掩飾今次的做法 日後在協助舉辦大型活動的時候的角色 責任和要求 例如要求主辦單位必須提早議定和提供後備計劃 每日焦點新聞講到此為止